这个大块头叫电动牦牛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上体型最大 载重能力最高 越野能力最强的电驱动四组仿生机器人 装载160千克物资也能够渐步如飞 其奔跑速度最快可达到10千米每小时 堪称现代版牧牛流马 碎石路 泥泞路 草地 沙地 雪地这些复杂路面 对于牦牛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它还具备地形和环境感知能力 可以应对台阶 壕沟 断崖等多种地形 展现出极强的地形环境适应性 那么电动牦牛实现稳定负重行走的关键是什么呢 牦牛有12套自主研发的关节模组 实现了整机12个自由度的配置 可以完成前进 后退 左移 右移 转向等动作 成功解锁 对脚行走 奔跑 跳跃等多种步态 并可适应多种地形 这样一来就能够在不利于车辆行驶的 高原 山地 戈壁 林地等环境 为士兵们运送弹药 食物等物资了 其实 牦牛还有一个隐藏技能 就是抵近侦察 在不利于士兵执行任务的复杂环境中 它持续搜集战场情报 侦察目标动向